一个女人,只要经历的感情多了,她就不会有少女的羞涩感,反而变得特别放得开,敢和异性玩暧昧,一方面,这种女人越南人无数,早已学会了和他们打闹,言行举止都不会矜持,另一方面,他们从一次次爱情中,已经成长为成熟的女人,对于两性之间的那些是看开了,特别容易和异性打成一片,因此,当女人经历了很多异性, 对感情早已麻木以后,他们就会轻松驾驭男人,渐渐变成了情场上的老司机,不管跟什么样的男人交往,他们都不会害羞,而是学会了和男人逢场作戏,越来越看重物质,感情不再纯粹,而是充斥了太多的利益和算计,所以,男人要懂得识别女人,但凡发现他们的言行举止有一场,对感情不真诚,就别盲目付出,以免将来受到伤害,说到底, 女人是情场,老司机,大多有以下三个,肢体语言,别不懂 一,打扮得很妖艳,没有了少女的羞涩感 女人是情感老司机,他们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学会了精心打扮自己,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十分妖艳 这种女人,会尝试穿各种各样的衣裙,以此吸引异性的目光,非常有心机,他们只要遇到异性来聊播,就会沉浸在浪漫的氛围里,想方设法博取男人的关注与疼爱,因此,他们会花很多的钱财,去买昂贵的衣裙和化妆品,时刻都会装点成性感的女人 只要男人被他们精致的外表所吸引,就容易被他们的美貌吸引,从而甘愿付出 这时,女人会不断地提出要求,让男人付出钱财和物质,一点都不会客气了 仿佛把男人当成了免费的提款机,而且,女人经历的感情多了,他们也没有了少女人羞涩感 只要和男人在一起,就会跟他们打成一片,伺机向男人索取 他们跟异性交往时,会时刻保持精致好看的外表,频繁去暧昧的场所 以便于吸引更多的异性,举止非常随便,能够让男人迅速沉迷 所以,男人跟女人交往,务必要谨慎,如果你贪图她的美貌,很容易陷入温柔的陷阱里 二,习惯和异性玩暧昧,肢体很放得开,女人是情感老手 她们肯定会有很丰富的恋爱经验,特别懂男人的心思,很会讨她们的欢心 这种女人,习惯了和异性玩暧昧,经常周旋于各种异性之间 肢体非常放得开,她们身边有很多的异性朋友,关系非常复杂,甚至发展了很多的备胎 但凡男人没有警觉,就容易上当 而且,这种女人和异性在一起,早已习惯了暧昧的举动,不会排斥一切亲密的行为 比如,她们敢和异性打情骂俏,经常发生肢体触碰的行为,一点都没有矜持和害羞 或者,她们跟异性单独相处时,会有意让她们占便宜 从来不排斥亲密的举动,这都是她们惯用的小伎俩 再比如,她们和男人有了肢体上的触碰,不仅没有躲开 而且会故意给男人更多的机会,以便于让关系迅速升级 可见,女人经历的异性多了,成为了情感上的老司机 她们对两性之间的事,就不会那么排斥了 在她们看来,能够吸引男人,让男人无底线付出,才是最重要的事 为了快速达到目的,她们会允许男人靠近 不介意牵手,拥抱,甚至是接吻之类的亲密行为 这就是她们的手段 只要男人贪图她们的美貌和身子,愿意付出 她们就会继续发展关系,以此得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两性交往,如果一个女人肯让你长点甜头 不排斥肢体接触,默许了暧昧的行为,并不是她很爱你 而是想从你身上得到好处,这种女人骨子里不安分 异性关系复杂,习惯了各种暧昧,感情特别不纯粹 男人若是察觉不对劲,就别贸然追求 以免将来成为备胎,落得人才两世的下场,不值得 三,巧舌如簧,会和男人逢场作戏 特别物质,一个女人,只是变成了情场上的老手 她们就不相盲目相信爱情了,而是变得特别物质,贪慕虚荣 这种女人,特别会和男人逢场作戏 为了得到想要的物质生活,她们会不断地取悦男人 让她们甘愿付出,刚开始的时候 她们会和男人谈情说爱,等到男人沉浸在爱情的氛围里 把女人当成真爱时,她们就开始索取了 比如,她们和男人出去约会,一定会去逛高档商场 不是买衣服和裙子,就是买包包和化妆品 总有喜欢的东西,让男人买单 或者,她们经常会跟男人哭穷 不是生活遇到了困难,就是家里出了事情 以此要求男人提供经济和物质上的帮助 心机很重 再比如,她们巧舌如簧,会编织很多的借口 来让男人送礼物和发红包 甚至是无底线付出,真正善良贤惠的女人 不会骗人,更不会无端向男人索取 只有那些感情随便的女人,才会贪慕虚荣 希望男人无底线付出钱财 所以,男人跟女人交往,一定要看清她的真心 但凡发现她不真诚,巧舌如簧,就别执着了 趁早远离,才不会消耗自己 可见,女人经历了太多的感情,和很多的男人交往过 她们的感情就不纯粹了,非常有心机 无法掩饰 其实,一个女人是不是好女人 言语可以骗人 但肢体语言却是很真实 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男人发现女人不值得交往 就别盲目追求,以免将来患得患失 你要明白,女人跟异性没有边界感,有很多暧昧的异性关系 是感情威儿戏 她不可能对你付出真心,大多是跟你玩玩而已 面对这种女人,你就要果断放手 离开错的人,才能遇见对的人,才不至于陷入感情的漩涡里 总之,一个女人,对感情随便 不自尊不爱,爱慕虚荣 她只是感情路上的一个过客,不必执着,放手才是明智之举 女人在情感交流中,常常通过眼神来传递信息 她们可能会用目光注视对方,表达出浓厚的兴趣和吸引力 这种眼神交流,可能会伴随着微笑和眨眼等动作 进一步增强她们的表达效果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使用这种眼神交流的女人都是情场上的 老司机,因为人们的眼神交流,受到个人习惯和情感状态的影响 女人在人际交往中,可能会通过身体接触来表达亲近和亲密的意图 她们可能会主动接触对方的手臂、肩膀或背部等部位 以增加亲密感和吸引力 这种身体接触,可能会在交流中频繁出现 表明她们,对对方有较强的兴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使用这种身体接触的女人都是情场上的 老司机,因为人们的身体接触习惯和行为方式因人而异 女人在情感交流中,可能会通过姿势和动作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她们可能会采用一些特殊的姿势 例如交叉双腿或者微微轻身等,来展示自己的身材和魅力 她们还可能会运用一些动作,例如摆动头发或者搔手弄姿等,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使用这种姿势和动作的女人都是情场上的 老司机,因为人们的姿势和动作习惯受到个人习惯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女人在情感交流中,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和情感是很常见的 眼神交流,身体接触和姿势动作是她们常用的肢体语言方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使用这些肢体语言的女人都是情场上的 老司机,人们的肢体语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个人习惯,情感状态和文化背景等 我们应该在人际交往中注重综合观察 并结合其他的交流方式来理解对方的意图和情感 通过增加对肢体语言的敏感度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女人的表达方式 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 在情感的世界里,有些女人似乎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能够敏锐地洞察他人的情感状态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他们被称为情场的老司机 因为他们对感情的游戏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 而这种经验和洞察力也反映在他们的肢体语言中 女人若是情场的老司机 他们会展现出独特的肢体语言 通过眼神的交流,身体姿势的掌控和轻柔的触碰 来传递情感和吸引对方的注意 这些肢体语言反映出他们丰富的情感经历和洞察力 使他们在情感交流中能够引起他人的共鸣和同情 当我们注意到这些肢体语言时 我们可能会感同身受 因为他们展示了一种对人性和情感的深刻理解 然而,每个人的情感表达方式都是独特的 这些肢体语言并不适用于所有情感场景和个体 有些人可能更倾向于直接的言语表达 而不是依赖肢体语言来传递情感 因此,在理解他人的情感表达时 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并且尊重每个人的个体差异 最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经历和观点 我们应该鼓励彼此分享和倾听 通过分享自己的看法和经历 我们可以相互启发,理解和支持 因此,我鼓励读者在评论或分享自己的经历时 保持开放和尊重,以促进有意义的对话和互动